那怎么样去产生新的一张资料表 对不对 现在这就是我现在要教你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选功能 这边有功能标签 功能标签 然后这边有常用 操入模型化 检视说明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介绍这些功能 你有没有发现它功能其实很少 我现在我要做的应该是 模型化 模型化 但是什么叫模型化 其实做这些事情很像在建模 是去到Powkury里面 新产生一张资料表 但是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叫模型的建立 然后点选新增资料表 1点选模型化 2新增资料表 好 例如说这个资料表 我们之前已经用过了 叫个年统计 我现在换一个名称 我现在换一个名称 把这个 把这个资料表换成叫做 各年进出口统计 好吧 本来叫那个 我现在只是写更完整的一个名字 各年进出口统计 等于什么呢 好 建立一个 一个 calendar calendar 请输入 ca ca 然后 tab 键 你可以 当你输入了 ca 它就是什么 月曆 它就是一个 日曆的一个功能 calendar ca 然后 你再用方向键 往下找 方向键移动到第二个 这是我们要的 calendar 这一个函数 里面要放两个参数 一个是开始的日期 一个是结束的日期 开始的日期就是 我们 我们可以用 d a t e tab 键 然后年月日 20 因为我们是从100年 所以是2011年 这边它是不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输入年 输入完毕 就打一个逗号 你就照着做 月有看到吗 现在月下面是不是一条横线 它只要输入月 月要输入多少 一 然后一个逗号 哪一天呢 一 因为我们那个资料 是不是有这一天 记得吗 进口日期 好 又刮斧 这样我们是不是 start date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所以加一个逗号 我稍微放大一点 给你们看 可以吗 可以吗 然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一个逗号 对不对 那我就照打 逗号 接下来 end date 现在是不是要去输入end date 它游标已经落到end date 所以就输入da 方向键往下移动 方向键往下移动听得懂是什么意思 方向键不是有上下左右吗 往下 然后tap键 以后 年 e 我们多输入一点 好吧 假设 你现在输入到2025年 也无所谓 2025年 然后当你输入完年 要打什么 逗号 请问这要输入几月 12月逗号 哪一天 1号就好了 对吧 因为我们取别人的资料 他一个月给我们 那代表的月就可以了 至于日 我只取一天 好所以到这一天就好了 又刮户 你当然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很多了 好 然后我是不是 这个输入完毕了 对不对 这个end date 是不是这个date 刮户2025逗号12逗号1 又刮户 这个end date是不是结束了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又刮户 所以我就照打 又刮户 可以听得懂吗 你这边任何提示都结束 代表什么意思 你完成了这个韩式内容的所有要求 就直接点一下enter 因为我是模型化新增资料表 所以他会在最右边建立一个叫各年进口进出口统计资料表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各年进出口统计资料表 而且他这个资料表有看到吗 这个图是这是我们用计算机上压压压压压压出来的意思 就是我们人工创造出来的 并不是真正的在就是用外部资料汇入进来 可以吗 请你们这边一定要听懂 因为这边的内容我觉得都非常非常重要 好不难 你等一下只要用模型化新增资料表 然后试着练习打一次 好不好 如果真的打不出来 你就复制 你就只要点这个 各年统计 然后全选 全选会 然后复制 可是记得栏位 就是资料表的名称不可以重复 不可以一模一样 所以你可能就是加一个 这边加一个 2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好 和你们动手做 建立一个新的资料表 他叫做各年进口统计